你好 欢迎收看1月29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昨期乡公所办公大楼披荐案 从购买土地争取经费到突破招标不易的困境 终于是顺利的发包动工了 乡公所举行了动土典礼 包括的内政部 圆明会等代表人员都到场 而县长徐正蔚也亲自和县长吕碧贤一起主持动土仪式 争取推动四五年 昨期乡公所新办公大楼披荐案 乡公所在去年年底终于专利发包后 今天举行动土典礼 共苦平安 共苦平安 2021年的第一月份 乡公所送给乡民办公大楼厅设动工的新年礼物 不论大人还是小孩也都以传统布农族歌谣来庆贺 并以宗教祈福仪式结合传统祭祀歌谣 祈福庇佑功臣平安顺利 我们一起来创造造一个历史 那边有我们的一楼二楼三楼四楼的那个地图 如果有兴趣的 想要了解的自己去看 那但是我们的外观 那未来就是这样 那特别是卓西向的乡民 我们很多这个好朋友都来了 也告诉大家 今天动土了 随时来这里看一看 如果经过的话 随时来看一看 从厅舍预定地的土地问题 顺利完成新办事业计划 通过还评 也向上争取 获得内政部营建署 1.5亿元的最高补助金额 一路走来 乡长刘毕贤 谢天也特别感激各机关单位的支持与协助 乡公所从内政部营建署 圆明会等中央 一路争取到前瞻计划 总共1.5亿元 中央单位也肯定乡公所 对披建工程的决心与毅力 因此也全力协助整个披建计划的推动成型 万事俱备 然而却面临华东后山工程建材等成本比息不高 而形成招标不易的关卡 一连流标了五次之后 终于顺利动工 专程到场的县长 许正未感慨之余 对着西乡公所科普万难 逐步推动执行 更给予高度肯定与支持 要在花莲要有将近两亿的工程 我想发包非常非常不容易 以花莲县政府我们的智慧环保园区 就在我们现在的花莲市中心 一亿九的工程 大家要不要猜猜看我们标了几次 标了十四次 第十四次才标出去 所以是很辛苦 在花莲市尚且如实 我们想想在卓西乡 在花莲的最南端 不住款再加上地方配合款 卓西乡新办公大楼 批减工程经费将近1.5亿元 规划四层楼的建物 若工程顺利的话 预计在一年半后就能完工启用 记者石玉兰卓西采访报道 靓岛 中文行